陛下到底是一家子的人了 你说我不行了 有心无力 混手 男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希望被女人说不行 张婧瑜借着李渊这股劲就开始激他 那你就不要退出皇位 我当然可以不退出皇位 瞧你硬的 好啊 不退出你就赶紧立我当皇后吧 不退出皇位除了我你啥都干不了了 哼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到头来图你啥呀 图你岁数大 李渊瞪了他一眼 呀的我这一头大汗白流了 拉倒老子皇你不做了 做太让皇 在被李世民囚禁的这几个月里 李渊想过很多事情 一番痛苦挣扎后 他终于写下了让位诏书 权力这玩意儿啊 得到过的人一旦要失去 那跟要了命的差不多 应该说李渊有他豁大的一面 让位前呢 关于权位他向裴三发出了阵容发聩的感悟 哎呀 静阳起兵前 我一直想坐这个位子 后来坐上了 自然很高兴 但我发现 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想法呀 知道李渊有退位的想法 裴三赶忙劝阻 但李渊啊 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如果他不退位 会有一个大麻烦 朝中的势力 明里暗里总是分成两派 老领导李渊的死党 新领导李世民的死党 行政办事两头互相撤走 总不能以一贯之 长此以往李世民能没有意见吗 李渊想得明白 退下来 对自己 对太子 对大唐 都有好处 而裴三最担心的 无非是太子登记以后 自己就没事干了 剩下的就是被干了 毕竟他和李世民是有过节的 李渊啊 了解他的老伙计 作为交换条件 李渊在退位前 专门安排了一场酒宴和李世民谈判 酒宴上 李渊指着自己的位子 再望向自己的老臣 上来啊 就给了李世民一个灵魂发问 李世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裴三呢 也跟着阴阳怪气 你老头的意思是 九年前进阳起兵时 他和我们这些老臣啊 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我们还想接着滋润呢 这下老李渊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如果我退出 这些老人给不给活路吧 当获得李世民的许诺后 这位大唐的开国皇帝 出乎所有人预料地 竟只走向了幕后 自此 这位攫取于进阳起兵的萧雄 也黯然退出了政治舞台 留给李世民那张 看起来不错 坐上去却如履薄冰的龙椅 喜欢的朋友 不用来一波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 您的支持 是古道吃酒的动力